69名報 市場堂失信心新股成 下半年難逐 2015年7月10日經濟 港股過山車式的走勢 鄉及新股暴跌 金融股首當其衝 也下則不少准新股步伐 令不少原定於今年下半年在港上市的企業已經秒無聲色 市場人士指出 若港股不能延續作弱反彈勢頭 則無法恢復市場信心 新股市場下半年恐將難以重現上半年的性G 新股市場在上半年頗為暢黃 截至6月底 首次公開發售無雜資金安年增長59%至1294億元 為2011年以來最佳表現 為進入7月 中港兩地爆發股災 掛牌新股隨之遭殃 國聯證券1456首日掛牌大跌30% 被疫捧的環球醫療2666首日更重錯近40% 表現令人大跌眼鏡 為避免重度覆轍 一些原本計劃下半年嘗試的企業也決定急殺車 有投降人士表示 之前幾乎忙得腳不沾地 現在可能因為 複雜 一些中資基金已經無下顧及新股 不少公司有意推遲 遞交上市申請表的則明顯放緩節奏 轉以觀望為主 錦州銀行行在延遲招股下半年 原本有不少重磅股計劃登場 包括存於9月上市的中國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華融資產管理 以及第四季上市的青島銀行 為股市大跌 金融股首當其衝 嚴重打擊投資者信心 對公司而言並非上市良機 原本預訂於6月上市的錦州銀行 早前全因受信與漢能薄摸0566 無公司漢能集團而被要求提供更多資料 延遲上市已成定局 不過目前市 下 很可能再次延期 上述投降人士直言 月底前還會有2至4間公司進行招股 若股市能夠維持昨日勢頭 則數量會再多一些 但若反彈時痰花一現 跌勢延續 則下半年新股市場仍然急急可危 輝立證券高級企業融資主任陳英傑表示 股市大升大跌變化無常 新股又有7日凍結期的風險 在此期間會發生什麽無法預測 如果大市回穩 沒有這麽大的波幅 則新股市場才能再次聚集人氣 中央證券董事總經理鍾江洪表示 7月至8月基金經理多優價 本來就是新股淡貴 或要待9月份才可判斷新股市場是否已受到股災衝擊 都 caf了 不繁茁 短貴 東京 東京